今天一共进行了三台男性的生殖疹的手术 第一台是包皮团鞋的手术 包皮团鞋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那么很多的医院医生都会做这样的手术 我们今天不同的意见 是我们采取了无痛无水滚的手术方法 那么店人的体验会比较少 那么无痛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知道疼痛的来源 主要是第一在做手术的胆麻醉 麻醉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根部的神经素质 那么在胆麻醉的时候它会疼痛 第二在手术之后 因为伤口的愈合 那么也会实际上疼痛 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体验别这样疼痛 第一就是我们在去做胆麻醉之前 我们会在准备胆麻醉这个区域附上了一些麻油膏 那么十分钟以上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皮肤它就已经都同样改变了 比我们的胆麻醉这时候不同的 第二呢我们会通过 我们切胞皮的话呢 实际上胞皮有很多层次 那么第一个层次就是皮肤 其次的话是肉膜 一体浅精膜的那些层次 我们尽可能的只切除皮肤的非常浅层 那么这时候把胞皮去掉之后 下面的淋巴管和 我们的静脉全是保留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在预合的时候 一方面它的水肿是有新的 另一方面的话呢 它没有非常明显的疼痛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配合一些 像尊密的那样的药物啊 止疼 那么触后 患者是不会感到任何的疼痛 所以呢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 也尝试了很多力 虽然是小口数 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设计 患者呢就极大的 减轻了他们的心理刺肝 这种手术的效果 手术的体验也会更好